第五頁 第一個字 這個形跟前面那個形字呢 稍微有一點 造型上有一點特殊 然後破掉的地方就不要 不清楚就不要理它 像這就不要寫這樣 這就不要寫 那我們直接寫這個比較 清楚的 應該比較合理性的地方 這個它稍微有一個錯位 形書呢 有時候就是 它也會有很隨性 的一些寫法 那用楷書的 角度來看或許 不是很 非常的漂亮但是 這是一種變化然後這邊有一個 勾比較接近楷書的勾法